所以這個地方是大約20km 這個地方是大約18km 18km 日本TBS中東分局長 兩年前到以色列在靠近加薩邊界的地方 近距離看鐵穹防空系統部署運作 這是正確的Ion Dome 1 2 3 4 5 五個發射列子有四架 一架有二架 三架有三架有四架 那現在是海岸的 海岸的南方向 零咚聲代表 鐵穹就在附近升空攔截 已經在那裡了 那裡 在那裡 TBS記者一行人剛到城鎮 抬頭一看就是攔截現場 他們立刻驅車前往另一座鐵穹陣地 在陣地旁邊的道路上 有好幾輛卡車載運著鐵穹飛彈的發射器待命中 難得能這麼近距離看發射器所有構造一清二出 有些剛用完替換下來 有些還等著隨時換上發射架來補充彈藥 遠方還有三套抬高仰角部署的發射器 緊盯著空中的威脅 乙軍的無人機盤旋監控 代表威脅就在附近 爆炸聲不斷傳來 這裡距離加薩實在太近 根本來不及發布空襲警報 以色列人的空襲日常 日本人勝利其盡 直擊一枚鐵穹就在眼前發射 快到盡頭根本就追不上 好多反正 還有一些飛行機 有些飛行機 それは飛行機 還是飛行機 す否 是飛行機 哪個飛行機 哪個飛行機 還有 polymer 铁窗部署的地点非常靠近民宅 头上是爆破拦截 底下人正常生活 然而加上那边带来破坏 必然导致以色列暴富反击 日本记者很感叹 尾巴相残没有赢家 当时他哪想得到 两年之后的尾巴危机爆发 真的成为他口中的悲伤现实 体育全造不到了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